大半夜台北街头 行人正急着跑步穿越马路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一辆机车告诉往前冲 将人撞个正着 行人喷飞到马路上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惊险死亡车祸发生 北市中校东路五段松仁街口上 事发地点是东区六县道大路口 旁边就是台北市消防局 27号凌晨三点多 17岁还未成年的骑士 五照上路 骑车回家的路上 撞上餐厅打工下班 跑步过马路的27岁中性女子 死者疑似是闯红灯横跃马路 看到机车时还吓到 一个辆呛跌倒 被机车迎面撞上 送一抢救后宣告不治 其实也当场摔车 造成手脚擦磋伤 其实最后被一过失 致死罪嫌移送 至于详细宗事责任 还有待后续厘清 而在新北中和 则有人因为行车纠纷闹上法院 轿车驾驶行进路口时 一辆水肥车竟然逆向的挡住去路 双方僵持不下 爆发激烈口角 就连公车都得绕道而行 最后水肥车离开时 又不慎擦撞到轿车 驾驶器的报警处理 事后越想越气 觉得对方故意撞伤他的车子 一撞告上法院 并提出妨害自由 伤害及毁损等罪告诉 记者王志文 范雅乔综合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